男人偷窥后害怕被发现 赶紧打开一道门跑了出去 可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某超市的冷柜之中 他感到惊奇不已 原来自己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任意门 于是他连忙拿起变成浴巾的任意门 一路小跑的飞奔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二话不说直接扯下小美的工作牌 将其扔了出去 小美有点懵逼 保罗连忙解释说他们的老板正在出售他的灵魂 说完他又向小美说出了任意门的秘密 小美听后感到不可思议 可是当他拿出浴巾召唤出便邪门的时候 小美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还没等他缓过神 保罗就打开了门 可走进去后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有点懵 因为这里竟然是由无数便邪门组成的一个黑暗空间 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 保罗有点懵逼 自己刚刚说的目的地明明是超市 怎么会去到那样一个鬼地方呢 他仔细查看说明才发现 传送地点必须要在开门前说出来才能奏效 于是这一次他在开门前便说出了我的公寓四个字 门开后他们果真来到了他八二年的公寓之中 小美震惊不已 原来世上真有这种神奇的东西 如此一来走向人生巅峰岂不是指日可待 小美越想越激动 于是他便举起浴巾亲自试了试 这一世两人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一起去了埃及金字塔 巴拉斯加冰洞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马峰 他们一起乘着晚霞看了场景物 甚至到雅买加的海边冲了个浪 而他们两个也由此冲出了感情 小美对保罗敞开了心扉 原来他知道这家公司在做贩卖灵魂的生意 因为是他亲自签了那个出售灵魂的契约 不过他现在非常后悔 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就连他对保罗的感觉是否真实他都弄不清 为了帮助小美找回灵魂协议 保罗决定为他做点事情 于是两人便从海边顺回到了办公室 可就在保罗将便携门放进背包的时候 唐纳却突然推门而入 他想说点什么 可下一秒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就在两人不知道该如何做答事 唐纳也已经发现了地板上的细杀 他强忍着愤怒让保罗将浴巾叠好 然后把他放到汉佛莱的门外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可是保罗怎么可能会照做 他必须要找到灵魂协议并撕了他 话音刚落 五点的下班铃声响起 在前台大美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之后 他便折返回来锁住了大门 关闭灯光后 他便快步消失在了大厅之中 不多是一阵非常有节奏感的踩踏声音就响了起来 原来是打字间的美女们下楼梯时发出的声音 与此同时保罗和小美也出现在了前往老板办公室的长廊内 可是走着走着一个订书器却出现在了路中央 可是等他再次转过身时 那个订书器又消失不见 就在他们一脸懵逼之际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打印机工作的声音 小美查看后发现这台打印机正在打印灵魂协议 下一秒 接着两人跟随着声音的方向打开了一扇门 这里看起来杂乱不堪并且诡异至极 就在两人想要好好查看一番事 一只哥布林爪子却抓起了一块披萨吃了起来 而他吃东西的声音也吓得两人立马止住了脚步 保罗直觉情况不妙 赶紧召唤出了便携门 可没想到他们出现的地方却并不是汉弗莱的办公室 因为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阴寒潮湿的下水道 很快他们就从圆形地毯上看见了死亡银行四个大子 他们见状害怕极了 就在他们四处张望之际 保罗又看见了一双冒着绿光的眼睛 两人吓得赶紧打开一个铁门走了进去 他们还以为这是一个出口 可下一秒 这里竟然藏着成群的哥布林怪物 两人赶紧抱头鼠窜 就在他们要被哥布林逮到之际 两人也及时地跑到了另一扇门后 这里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必然是要接个吻庆祝一下 可谁知下一秒 两人见状大惊 原来唐纳也是一只哥布林怪物 不仅如此 他还是这群哥布林的头头 就在他骂两人是愚蠢的人类的时候 汉弗莱也走了出来 他命令唐纳赶紧让他手下的这些小卡文咪离开这里 可唐纳直接拒绝 因为他才是这个骗区的王 汉弗莱听后淡定无比 因为在他这个大巫师眼里 贫民窟的妖精根本不够看 唐纳却表示没有他们的辅助 他们这些巫师就啥也不是 而两人的争吵 也被保罗二人抓住了逃跑的时机 小美召唤出便携门后 还没来得及说目的地 就被汉弗莱发现了 于是他们便赶紧跳了下去 两人就这样被困在了 被无数个便携门组成的暗黑空间之中 很快他们就在这里 看见了另一个年长一些的汉弗莱 原来他是汉弗莱的父亲约翰威尔斯 若丹年前他的儿子为了取代他的位置 用一条幼龙将他骗到了这个虚空之中 纵使他的巫术在强大 如果没有人来救他的话 他也是绝对不会从这里走出去的 可是拥有特殊天赋的保罗却不信息 他一遍又一遍的尝试 却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这一摔过后 他不但没有摔傻 反而给自己摔出了更大的潜能 没错 他找到了这里唯一一个 可以走出这里的门 而这条出口正对着的 则是约翰当年亲自创立的公司 重获自由的老约翰直接乐皮了 他开心的就像一个80岁的孩子 但高兴归高兴 清理门户的正事还是要做的 于是他便带着保罗二人打开了公司大门 看见老约翰的大美直接绷不住了 他兴奋地表示他们已经等他好久了 没有时间叙旧 老约翰交给保罗一个信封 他让他想办法去死亡银行 把这个信封交给银行的工作人员 而他则要去会议会那个不孝子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地下 可就在他们准备刺激而动时 汉弗莱却发现了他们 他一个动感光波就将他的老父亲打了下 说完他就再次下了杀手 可老约翰也不是吃素的 他不但顺移到了大桶后 还连忙叫保罗二人赶紧走 接着他便再次消失不见 就在汉弗莱一脸懵逼的找不着爹的时候 下一秒 他起身后直接气急败坏 于是两人便上演了一场 父子间的城南魔法大战 这边的保罗已被哥布林大军按倒在地 小美健壮赶紧用意念向伯爵夫人传递了消息 他和保罗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 保罗挣脱束缚后想要爬上高处 却不料下一秒 就在这危急时刻 大美及时地拿着定书器走了进来 妈妈 他没有搭理这个傻儿子 而是赶紧将手中的定书器扔了出去 老约翰健壮立即施法解开了定书器上的封印 原来他才是哥布林家族的头 时隔多年 大美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丈夫 他激动地连蹦带跳 直接投入了丈夫的温柔香 原来大美也是一只哥布林 他不出生还好 一出生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时被这一幕吸引了注意力的老约翰 竟被儿子搞了偷袭 小美健壮连忙让保罗快逃 可下一秒 与此同时伯爵夫人带着一众公司元老也赶了过来 他们想要阻止汉夫来 但却又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 他还要解雇在场的所有元老 并独自继续进行他的卖魂大吉 说完他就让小帅交出老约翰给他的信封 看得出来这对他至关重要 见保罗不为所动 汉夫来直接用魔法捆住了小美递他就范 可就在保罗朝着这边走来时 小美却通过意念向他传递了信息 他表示在虚空中有那么多门他都能找到出口 所以他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保罗本就是这个便携门的创造者 而现在死亡银行就在他的脚下 他是时候要为此做些什么了 保罗听后二话不说 一个抬手后 他的前方就浮现出了多扇任一门 接着他将其中看起来比较有逼格的一扇门召唤到了他的脚下 很快大门就自动开启 然后保罗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汉夫来见状一脸懵逼 此时保罗已经身处在了死亡银行的光芒之中 当他走进银行后 行长则说了这样一句话 保罗赶紧说他是来存款的 接着行长便用他那长长的指甲盖拆开了信封 当他看到信中内容是顿时来了兴趣 因为那正是汉夫来当初与他父亲签订的灵魂契约 行长见状直接选择了一个比较有逼格的定书器 而保罗也在此时向他提出了交易条件 行长只是犹豫了一秒 就定死了这张契约 与此同时汉夫来的魔力也瞬间消失 他一脸懵逼的同时 老约翰也起身用魔法锁住了这个逆子 小美赶紧把玉金抽了出来 接着他便召唤出了便携门 他没有说怒弟弟 而是直接打开了门 老约翰的意思很明显 老子受过的苦 你这个逆子也一定要感受感受 汉夫来一边抽气一边祈求老爹的原谅 很快他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老约翰见状有些心软了 可伯爵夫人却表示他必须这么做 他就这样老老实实地走了进去 而小美也关上了便携门 接着老约翰撕掉了玉金上的使用说明 他表示这扇门以后将会彻底成为一道死门 本以为保罗也会彻底消失 可下一秒保罗就从旁门中走了出来 小美见后兴奋不已 两人抱在一起转了9986圈后才停了下来 保罗拿出了一张灵魂协议 而他正是小美当初签署的那份 接着两人申请对室 然后 画面一转 保罗将化为玉金的便携门扔进了一个快递车 而这个国际快递具体发到了哪里 却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